Business Combinations是Financial Reporting这门课的终点,也是蓝点 今天通过几分钟的视频对于这一支视点做一下详细讲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常见的Business Combinations有两种,Direct Acquisition and Indirect Acquisition 前者是直接取得资产,承担负债,不确认为一项投资,也就是A加B等于A的形式 而后者是通过取得股权的方式,享有对备购买方净资产的份额 在其个别报表中,确认为一项投资 根据取得股权后,参与被购买方经营决策的能力,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Subsidiary,子公司和Associate,联营企业 Direct Acquisition和Indirect Acquisition中的Obtaining Control,也就是取得子公司的情况,适用于IFERS-3,企业合并 是接下来要讲解的内容 IFERS-3对企业合并采用Acquisition Method进行会计处理 这种处理方法把企业合并业务看作是一种资产交易行为 也就是购买方以一定的价款勾进被购买方的厂房及其设备等资产项目 同时承担其所有负债的行为 因而,Acquisition Method以供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以供允价值计量被购买方的净资产 二是以供允价值计量购买方所支付的对价 二者的差额确认为商与Goodwill或资本利得Gain 采用Acquisition Method处理企业合并业务有四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购买方 第二步,确定合并日 这两项内容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第三步是确认与计量取得的可辨认资产和承担的负债 以及少数股东权益 这里的关键词是可辨认Identifiable 可辨认资产与负债并不等同于被购买方的账面记录 还包括一些账外资产和负债 比如购买方内部研发的非专利技术等 没有确认为一项资产 但确实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在并购过程中也属于可辨认资产 第四步是在此基础上确认Goodwill或Gain 下面我们通过例子具体讲解 有一个公司A和一个公司B A通过企业合并取得B100%的股权 A是购买方 我们站在A的角度处理这项企业合并业务 A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 向B公司的股东支付对价 可以是转让资产 比如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存货 甚至是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权 也可以承担B公司股东的负债 还可以向B公司的股东定向增发股票 以定向增发为例 假设A向B的股东定向增发10个M的普通股 面值1元 增发时 A公司的股票在证券市场的交易价格为10元 那么A公司应当以10元每股 即100个M 作为对B公司股权投资的成本 10个M作为Common Stock 而二者的差额90个M 作为Additional Pading Capital 股本溢价 不管是以哪种方式支付对价 都应当以所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 作为购买成本 即取得股权的成本 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 要确认为当期的利得或损失 A公司支付100个M的对价 换取的是B公司100%的股权 也就是说B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是100个M 而B公司的Identifiable Net Assets的供允价值是80个M 换句话说 就是把B公司的所有可辨认资产和负债拿出来 piece by piece 单独股价 净值是80个M 二者的差额20个M 就是不可辨认的资产 即为商欲 商欲是依托于公司的可辨认资产而存在的 需要与其他资产一起 才能够产生经济利益 不能够单独出售或转让 如果你见到有人把商欲拿出来单独标价出售 那他一定是疯了 所以不能够单独确认 B公司的具体资产项目 在A公司的个别报表上 以股权投资代表 所以商欲也不能够单独反映 而是包含在股权投资成本中 只有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才能与B公司的可辨认资产负债一起 单独在合并报表中反映 在这个例子中 A购买的是B的全部股权 相对比较简单 如果A公司购买的是B的部分股权 事情就会变得复杂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A购买的是B80%的股权 而另外20%则属于少数股东权益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A支付对价100个米利 享有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份额64个米利 二者的差额即为商欲36 全部属于A公司 对这项业务 我们还有另外的理解方式 B公司80%的股权价值是100个米利 那么B公司100%的股权价值 则为125个米利 与可辨认净资产的差额45则为商欲 其中A公司享有80% 其他少数股东享有20% 前一种方法 我们只考虑了A公司享有的商欲 不管少数股东 叫Partial Goodwill Method 而后一种方法 考虑了A公司和少数股东 所以叫Full Goodwill Method IFRS允许购买方自行选择适用的方法 在Partial Goodwill方法下 少数股东权益为80%的20% 16个米利 而Full Goodwill方法下 少数股东权益则为125%的20% 25个米利 其中包括了Goodwill 9个米利 不管采用哪种方法 在A公司的个别报表中 都只反映股权投资成本100个米利 更直接地说 刚刚解释的这些 都是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才会用到的 在个别报表中 只要认准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就OK了 对于这部分内容的理解 还不是很透彻的话 欢迎关注下一个视频 合并财务报表 相信你一定会有非常清楚的认识 刚刚我们分析的是 通过购买股权 取得子公司这种企业合并的处理 关键在于比较 Fair Value of Consideration Transfer And Fair Value of Identifiable Net Assets Obtained 我们举的例子 是当前者大于后者时为商欲 在个别报表中不单独反映 以前者作为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 在合并报表中 商欲才会单独体现 而当前者小于后者时 二者的差额代表的是 出售方在价格上的让步 购买方则在个别报表中 将其确认为当期损益 并以后者作为股权投资成本 在此基础上 再看直接购买资产负债方式的企业合并 就显得非常简单 购买方直接在个别报表中 以公允价值确认取得的 可辨认资产与负债 其与所支付对价的差额 没有办法用股权投资代表 所以直接确认为Goodwill或Gain 因为相关的资产与负债 已经体现在报表中 此时确认Goodwill 也符合他们的一从关系 以上就是关于 iFIRST3企业合并的内容 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微信 同时也欢迎参加我们的 系统培训课程 视频制作不易 如果转发将不胜感激 请我给大家看